诶 我跟你讲 昨天晚上我看到他们牵手诶 没骗你啊 怎么可能 我们还没有分手他们有没有牵手 我不信啊 你不信叫他们来对子啊 如果他们真的没有牵手我就烂鸡鸡 烂鸡鸡 多么恐怖的保证啊 其实呢烂鸡鸡有可能是被梅毒传染的症状之一哦 古时候讲到烂鸡鸡啊是一种诅咒 也是对梅毒的一种恐惧 梅毒呢是历史几乎上面最早的性病 在历史上曾经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感染人数可是破亿呢 许多名人呢也被推测可能罹患梅毒 例如希特勒 历史学者啊根据希特勒日记 以及他的私人医师的诊断 推论啊 希特勒呢可能就是因为梅毒晚期引发的精神 以及行为的失常 才导致他做出这么恐怖的事情 但是梅毒在出去会有什么症状 那梅毒呢是有一种叫做 梅毒螺旋体的细菌所引起的 这种细菌呢通常是 藉由性接触的传播 包括阴道胶口胶还有钢胶 以及呢感染者共用针具等方式呢来传染的 感染梅毒的初期呢通常会在接触的地方呢 产生病灶 例如说像是生殖器 肛门或是口腔的里面 在那边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个 没有痛的一个溃疡 称作呢梅毒性的溃疡 也叫做硬性下肝 会发生在男性阴经的任何部位 女生呢则可能在阴道 他通常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的疼痛 也就是你刚才讲的烂唧唧 如果不治疗的话 梅毒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啊 如果不治疗啊 经过数周之后啊 硬性下肝也会自动的愈合消失 但病情并没有好 我会越来越严重 会出现全身性的症状 梅毒的就进入了第二期 还有晚期了 在第二期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现啊 皮肤上出现了疹子 口腔的溃疡 发烧 头痛等等的症状 而晚期梅毒啊更加严重啊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内脏器官 例如说像是心脏 脑部还有骨骼 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哇 这听起来很可怕耶 但是 梅毒可以治愈吗 这里要跟大家强调 梅毒是可以治愈的 尤其在早期发现 跟治疗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抗生素呢 可以有效地对抗梅毒螺旋体 帮助你恢复健康 所以啊 如果说你怀疑自己感染了梅毒 或是呢 跟感染者有过性接触 请及时呢 寻求医疗的帮助 那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梅毒呢 由于呢 至今尚未研发出 可以预防梅毒的疫苗 所以呢 要预防梅毒 和其他的性病呢 性行为的过程 一定要全程正确地使用保险套 这是最有效的保护工具之一 它能够降低感染的风险 另外呢 也要定期地做性健康的检查 这样呢 才可以及早地发现 及早地治疗任何可能的感染 总之呢 梅毒是一种性传染病 只要我们了解它 预防 以及及时地寻求治疗 就能够保护自己 以及他人的健康 见教也疯狂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